今天是跟央去旅行台北片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意外呢 因為比較多出國的 那這次呢我們就要回家 這位台北人呢要去哪裡玩 來趁機好好的探索一下台北 但因為這一次我想說 我邀請一位比較特別的來賓 一起玩的台北可能會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這次就來找這個神秘嘉賓 修什麼 在餵語心的歌詞 在那邊就來餵歌詞 小瑟夫 好的大家好我陳普邱瑟夫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企劃說 要C你在一個公園椅子上 我很久沒有吹在公園椅子上 你會在公園椅子上 可能是早上6點左右嗎 早上6點 然後我會變這樣 那台北人的話會出來溜達嗎 我其實超級困擾了 對白天的台北一無所知 我當我在工作然後我就不知道 白天到底可以去哪裡 甚至還想說101之類 因為台北人不會去101 那可能是你沒有什麼朋友 還是 欸不對啊 你當初來的時候不會想說去台北101 看一看 可是我是台北人耶 欸 我的身分證是要是A開頭的你知道嗎 喂 長進長好啊 你不用回什麼老家回到後面然後有 屏東啊 我們兩個都有自己想了一些行程 就有用一個小幫手 它是去去APP 可以幫我們直接做行前的一個行程規劃 行前規劃的這個懶人包 快速教學如何使用去去APP來做你的行前規劃 建定好我們台北旅行的行程 按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入自己的名單了 因為還有一個行程呢 然後它可以使用Google Map 搜尋我要的店家 按分享 到去去 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直接加入行程喔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呢就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清單 我今天的話要跟喬舌夫一起玩 所以我就分享給喬舌夫 你就可以共同編輯 那我們在排行程的時候 是不是最怕排順序呢 可以使用一鍵排序 幫你排最順的路線 覺得還有一個非常貼心的點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自己安排 設定交通方式點選大眾運輸 它就會幫你算每一個景點出發 到下一個景點的時間 可以加購旅平銜 這裡也有一個旅遊商城 像你有一些景點門票啊 想要購買的話超級多元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一定可以找到 適合你的行程 那我們編輯好自己的行程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把自己的行程 轉成旅遊小書 增加一些可愛的圖片啊 貼圖 可以轉成PDF檔 那你也可以同時分享給你的朋友 可以隨時查看這個檔案 大家看到這邊是不是覺得 這整個編輯行程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快速簡單呢 接下來呢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行程 想要直接複製走這個行程呢 可以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掃描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我們的行程來玩台北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接下來我們第一個點 要去喬瑟福推薦的麵店 你相機會重嗎 你要我幫你拿嗎 可以嗎 我很久沒有長進了 換個地方 可以耶 我臉變小了 剛剛是我在偷偷體現一個體貼的部分 那你站前面一點喔 進倒以後這樣 好 邊走去 從這邊 從這邊 到那邊 只要五分鐘 五分鐘 OK 是嗎 可是你帶我去出差點 還是下一條 下一條喔 因為我通常去的時候 我都不太記得路怎麼走 都是這樣子 剛喝完酒 早上六點然後就過去那邊 中南部的場面 其實一樣耶 差在哪 它就是 稍微拌炒一下 然後這邊的辣椒也滿厲害的 你可以吃一下 放在超邊邊的 那你常常拌 很有性格耶 因為通常你喝醉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倒 你就會 這不會是他第一次 這麼清楚的看整桌菜 你不要再破壞我的人設 加深我的刻板一下 會說他這是第一次走到這家 這麼裡面的位置吃 我根本不知道這條裡面好不好 現在很不用擺 因為他就已經炒 他剛剛在玩我 肺管 肺管 就是他外面有一張 表面有一張薄膜 對 而且肺管管這麼粗喔 所以他們在可以 為什麼這些部位都可以做來吃 很好喝 它沒有什麼內臟味 因為可能我本來就喜歡 大腸小腸類的口感 有辣香味 一小滴 我就覺得整盤都有味道 所以從小就在台北長大 我完全不住花蓮啊 有一次我們去日本玩 然後我們大家吃完飯 他就一群人準備出去了 他就會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燻雞了 然後他就說 太靠北了吧 我今年的專長有講到這一段 就是去的是洛杉磯 他們以為我是墨西哥人 你很適合去學西文耶 我西文系畢 你有沒有認識在跟我相處 我今天私底一杯 我等一下下次我會想來 有點像巷口麵店那種 他就叫做巷口女 你很精神嗎 你先來找麻煩 你該有的那張偉人 豬血丹鳥喔 配管大家可以試試看 但我覺得不一定每個人會喜歡 吃完之後呢 我要帶巧色姑去下一個景點 在去行天公司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呢會用去去APP 我們都會拍照上傳 記錄我們今天去的每一個景點 然後大家可以用這個APP的時候 看到我們分享的行程的照片 記錄在上面之後都還有機會可以 變成這個景點的封面圖喔 那我們接下來呢要去下一個行程 大眾交通工具 像這邊也會顯示說 你要去哪邊 坐公車 那如果你是要選自己開車的話 按這個iRAM租車 它可以帶你到 離這邊最近的租車點 叫進程車也可以點選YOSI叫車 去機場的話 它這邊也可以機場接送 都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呢是我的清燈 我要帶巧色姑來行天公 行天公是不是也沒來過 從來沒來過 從來沒有來過 今天也不會帶你進去逛 不是嗎 不要去行天公旁邊的地方 我們過個馬路就到這個 命理大街 謝謝 現在我們帶巧色姑呢來 彥琪老師的命理中心這邊 老師的話非常厲害 好像算非常多的名人 暗示那邊也會有沒有聽過 喔 欸 老師有嗎 那老師經驗的話 可以幫我們以幾種方式來算 面相 對 姓名學 那以巧色姑她的面相非常好 從頭到腳沒有破 沒有破 可是我滿破的耶 天秤很飽滿又寬闊 所以她的工作運是很開的 你走的路線很廣 可以往南部發展 啊 哎呀 哎呀 往國外去或往東南亞 對 不要太找婚 這個命盤唯一的缺點就是 會很容易有破 大概幾次結婚比較好 大概38歲那時候會最好 有異國姻緣 異國姻緣 對 你還興奮什麼 你們對我來說都是異國姻緣 你知道嗎 是嗎 沒有啦沒有啦 這個命盤唯很年輕就可以成功 有一個確你又回到家就很累 想睡覺 喔真的 開車要小心喔 欸我沒有駕照 我不會開車 不要開車 你在民國110年那一年非常紅 對啊就是QQ內內 QQ內內 你對什麼最有興趣 帶給別人快樂最有興趣 這個命盤說真的 從頭到尾都很好 唯一的缺點就是 把臉再弄亮一點 你明年會更紅 等一下 你要怎麼樣 不要賭博 你不用做什麼節目 用賭下去的那種個性 我都用別人的錢去做節目 對 對工作很熱情 經紀人為什麼這樣笑 你本身就是天生的藝人 天生就可以表現給讓人家歡樂的人 你要靠組織 組織犯罪 組織犯罪 對 你都覺得開心就好了 對 我完全是靠他們在賺錢 對 他搞笑很好笑喔 那如果他想 我沒有看過我不知道 搞笑好不好 你的面相是一個會富格 會富格 對 他就是旺夫的格局 會帶好運給人家 所以只要有人追蹤你 那個 你 會有好運喔 好運貓 我還是有改動作 當作改動作 老師想問他 他戀愛運是可以出來的嗎 晚吞呢 晚吞 晚吞 很多人追你啊 可是談戀愛 談到後來不成 得到後來會閃增下的某一個人 這樣子 感覺非常有可能 其實你明年有走桃花 你明年走陰緣 看你要不要而已 非常是 沒有 沒有 40歲的時候要注意掉頭髮問題 蛤 現在應該就會啦 好 那你的身體要注意腸胃 可是你的工作運非常好 到老都很好 走不一樣的路線 你現在是走什麼路線 生活 旅行 旅行對你很好 YouTube頻道的運勢是 都還OK的嗎 來來來 緊張了 緊張耶 大猜問 啊 不做是笨蛋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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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氣也會增加 越來越好啊 自己要的星星 搞不好 這集就是轉了一點 對 大家會開始狂射你的 手機桌布 喜歡你的人都很喜歡你 很死忠粉 感謝感謝 嫉妒你的人也很多 酸民也很多 扛住 其實不用擔心客不了 因為人長得漂亮 本來就會被嫉妒 你有說好 你看我幹嘛 你看我幹嘛 你覺得我嫉妒你是嗎 今天也算是收穫蠻多的 真的 恭喜你們兩位 明年都更好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訂閱前面的觀眾 希望大家明年都更好 訂閱的話 會有更好運喔 對 接下來是呢 吃過一次我覺得很想再來吃的一家貝果店 我冷到有點囂張 有外套嗎 沒有沒有 沒有戴 還是我脫給你 哇你男友必這麼滿真的是 OK 你家看起來更冷 你有來過這家嗎 今天有來過一次 那你平常都會吃甜食的人嗎 我30歲就完全不吃甜 你這樣人生有什麼滋味 對 來今天就吃吧 有蘋果來 好強硬的男朋友喔 怎麼那麼強硬 選一個口味吃 可是這個我覺得是 不適合約會來吃的點 因為吃一吃就會整個嘴巴要四耶 這樣才可愛啊 像我現在這樣 那你吃大口一點 然後有沾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被聽到 為什麼要在你的節目裡面 瘋狂做效果 我自己在我節目裡面都這樣子 那不然我先吃一個 你再吃一個 你要嘗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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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我覺得你包手了 現在對鏡頭擺個三連盤 二 三 好糟糕 對不起我給你道歉 但它那個貝果本身好 其實有那個鹹的味道 而且它下面底是那種酥酥的 酥酥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 鹹的話是這個 熊鮭魚加小黃瓜 甜的其實我很喜歡 蘋果派的 它看上小黃瓜超聰的 它咖啡也很好喝 就有興趣的話可以喝咖啡啊 吃貝果 越加州的咖啡店的那種感覺 哎唷我會形容喔 你要不要改做那個美食旅遊頻道 為什麼我覺得你在瞧不起我 沒有 你很好笑喔 你可以往東南亞走啊 我 那工作有很多是出國的嗎 一個而已 可是我去年真的是做很多很奇怪的事 去夜店挑Drag Queen的東西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 來看我表演的觀眾 那麼幸福的表情 看著我 這個怎麼看你 還好那種 接下來我想說好像可以帶你去動一下 不要喔 不要 不容虛擬拒絕 喔 又是這種男友力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帶你到這個台北小巨站 它裡面有一個滑輪場 有在丟病人 就手都放後面 為什麼喔 你好像水 今天就挑戰看 你能不能用五條屋的溜吧 被跌倒咩 好 那我們的器具都已經穿戴好了 我第一次穿鞋的狗 那我們先練習看看 好 那我們的器具都已經穿戴好了 我第一次穿鞋的狗 那我們先練習看看 你對你嚼著 嚼 嚼 嚼可以嗎 你憑什麼可以倒這種 你憑什麼可以倒這種 我可以一起 喔對不起 你說並排嗎 欸我用這樣比較快 我要追你一圈喔 欸欸你看 欸你看 欸你看 欸我要配合他 做不做嗎 不用不用不用 這個不會幫助人類進步你知道嗎 這個 好經過剛剛的練習之後 我們要來正式挑戰場區 看這麼多人在這邊 上膠有道的感覺 挑戰開始 他背後面好像有個原因欸 好像比較能夠保持重心 因為你的重心會比較前面 會往前 喔有道理的 拿這個 不該亂撒嬌的 來手舉起來 幹嘛破壞我們的重心啊 我ㄍㄧㄧㄥ 這個啊 重心要往前 我不要了啦 這個行程你覺得啊 這樣好玩嗎 非常滿意啊 我滿喜歡這個行程的 畢竟你也丟得很好啊 然後之後 一副 欸你怎麼在幹嘛 我根本懂你在幹嘛耶 好可憐 那我們今天其實還有最後一個店 喬勝夫推薦的 去你常去的店 沒錯 OK 好 好 那我期待一下 好可憐 好可憐 我前面呢就已經有自己拍一些景點的照片 設定成我的景點封面圖 那我們點進來這個景點呢 你可以發現還有其他人拍攝景點的照片 對於在規劃行程上面很加分 這邊號稱是台北最臭的酒吧 第一階就有味道了 它現在還沒開始營業 還沒 好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可能就是番茄的啤酒 平民版的香檳 它那邊沒有吃 你可以叫外送過來的 喝起來滿像香檳的 沒有嗎 沒有 你沒有在這邊發生過很嗆的事嗎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金馬獎當天 得獎人在那邊就是在慶功 一開門大家拍手 然後就到這邊 把金馬獎躲到這邊 那個獎盃後來就遺留在這兒嗎 那個獎盃就變那個 優惠鋼盃 沒有啦沒有 這邊會有很多國外的樂團啊 鐵圓都會藏在這邊 這是一個拓展交友圈的地方 對 那我們來喝喝喝看那個番茄的啤酒 就比一番啤酒更好喝耶 它很像有加番茄汁的 對啊就是有加番茄 你好靈敏啊 通常你可以擠杯 慢呀就一整碗的話其實你數不出來 為什麼還要在訪問南公關啊 通常會被灌很多酒這樣子 OK OK 那今天呢 邀請的是 小瑟夫感覺生活型態放收的方式是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在累積一些 創作的能量嗎 今天我覺得你算是還蠻拿出你的能量來的 這樣對我來說也是個休息 會耗損的社交都是你需要去配合別人 或是你需要去迎合別人的能量啦 假裝對別人有興趣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比喻就是以樂器來說 像吉他會有個痛調 我會喜歡會把它調的有點破 你整個人生喜歡很破的感覺耶 又回到一個 那今天這整個行程下來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算命蠻有趣的 20多歲的時候就 我不信命啊什麼什麼的那種 然後可能30後的時候就會 每個事情就有它的道理跟它的角度 所以聽起來也還蠻有趣的 我應該會帶我朋友去 真的假的 那我其實蠻喜歡去丟滑輪 因為我覺得讓你嘗試到新的東西 看到你快跌倒了我也是覺得蠻開心的 應該會有個段子啦 就是關於我不太舒服的溜滑冰 會想要再試試看嗎 我要問一下順便老師 我猜到我自己 可能往南溜可以 好今天蠻開心的就是 跟巧瑟夫好像有各種深入的認識 今天呢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去去APP 讓我們可以提前規劃好行程 結束這個旅程呢 行程表是可以分享在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掃描Tour Code 看我們這個行程 我覺得APP裡面的內容 非常人性化 打開APP 可以點說你可能想要搭計程車啊 你還可以直接用邮行叫車 不知道說這個時間要多久 它都會幫你查好 兩個景點之間的交通時間要多久 也可以共同編輯這個行程表 推薦大家可以使用看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跟央區旅行 喬特夫 那大家也記得關注喬特夫 所有特區平台 那如果還有專長活動的話 大家一定要去關注一下 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按讚 按讚 打開啟小鈴鐺 打開啟小鈴鐺 安 感谢观看